大家好,我是小林,锁定小林财经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火爆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出大事了 这两天中国的金融圈里面出来个重磅炸弹 这重磅炸弹重磅到什么程度呢 大家一看标题你懂不懂经济 你一看标题感觉就是个大事 一看标题字还特别少 一看标题就特别像大消息那种大消息 但是如果不是挣了八斤在中国大陆做过生意 或者说在中国大陆资本市场 在这片土地里面大眼缸里面泡过的人 就不一定能理解这个大消息究竟大到什么程度 究竟怎么理解它怎么读透 今天我这个在大眼缸里面泡过的眼泪 给大家讲讲这个大消息 那怎么理解它 首先这是啥大消息呢 就是这样 扎打银行 扎打银行 在中国分行你从2月20日开始起暂停接受所有渠道的信用卡申请 他说公司业务战略调整 该行其实已经从2022年1月份出 就1月1号开始 就今年嘛 今年就关闭了信用卡网上申请的渠道 首先是关闭网上申请 然后就过了一个月 发现还不停 就2020年2月20日开始 就全部停 还有两天 还有两天 全部停掉 把中国信用卡业务全部停掉 怎么理解它 理解它有两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首先是从银行这个角度 中国在中国做金融拉是没有一点点节操的 但是它也服从实际上的商业逻辑和商业规律 像中国很多银行出来一个什么党员干部带 看上去很玄乎 还好像科幻小说一样的 实际上符合中国国情 符合中国市场规律 符合一个底层的商业 商业逻辑 就是这党员干部 那好 那是掌握资源的 所以给他们贷款 那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在中国很多什么公务员贷款 羡慕得不得了 有社保 如果你直接从财政局 打工资的 一打社保 记录又看得到了吗 谁给你发工资的 谁打进去的 那可以 那可以啊 像什么申请的 车贷啊 那都是零利率 五连零利率分歇 那都是柔智客户 那其实就反映银行 它有一个精密的评估 还有对市场的一个监察 它是非常有规律的 什么人可以带 什么人不可以带 向银行停信用卡申请的 它也是循序渐进的 其实应该是17年左右吧 17年左右 我记得就已经有出现过 已经有出现过 当时是区域性 怎么个区域性 反正当时是 好像是几个大国有银行 还不是外资 当时汇丰当然也 当时也很多也停了 但是17年的时候 我记得最深刻的 是几大银行 什么建行 龙行 在广东叫顺德 顺德大家都知道 经济还是挺靠谱的一个地方 顺德的一个乐虫 乐虫里面有一个钢铁市场 钢铁市场就里面供应 整个广东的很多 很多钢材的贸易 那里很多人炒钢材期货 就炒杂了 17年那一回好像是价格暴跌 还怎么回事 那一个整个乐虫来一边 很多人都跳楼搞砸了 当时搞砸了 那个时候就是看到顺德 尤其是乐虫户籍的 因为他里面整条村附近 都搞刚才贸易 或者说相关的产业链 所以一报全部报 所以他就直接就把 那一个户籍骗去了 来申请贷款 全部不要批 其实他就像这种停止信用卡 或者说贷款申请 这这种东西以前都有的 就没有个大面积的 或者说就像官方公告一样出来 他都过来窗口指导 这一个片区最近出啥大事了 或者整条村 可能通常都涉及某一个产业 什么温州这边 做小商品的 做服装的 最近可能出来个什么事情了 新疆别人被抵制了 那这里可能整个贸易链条断掉了 那这一片去了 全部把它停掉 因为为什么违约率太高了 违约率太高了 现在这个渣打银行 首先他还是个外资 外资他就不讲了 他又更加不讲政治 他就像这种信息 其实相当敏感 但就外资他不管 反正他他一看到 这玩意儿 这中国市场 怎么能搞 怎么能搞 现在游协信用卡代表什么呢 代表底层老百姓比较多 最后是不管你是谁了 你说他停掉职业 他也不分职业 你说公务员他也不带了 他就停掉了 而且是总的地图炮 地图炮 就直接就抛红整个中国市场 这整个中国市场 男信用卡代表目前 他也不是说 哎呀 你什么部委干部的 他也懒得做了 这么一小部分市场算了 就是全部都不申请了 全部都不做了 有些还以前是挺网上渠道 网上不让申请 但现在就线下 你就来实体的做查验的 也不做了 都不做了 退掉 中国市场就是 这玩意儿 也就是这外资银行一看跑了 这玩意儿不能带 里面全是老赖 里面全是老赖 这是银行这个角度 他有各种监测 有实际的考量 这里的直接就停掉 整个中国业务 就代表这里风险相当巨大 而且是全渠道 这一般的信用卡业务 就是不受信 就对整个中国市场 就不受信 再讲讲老百姓 老百姓我告诉你 很多中国官媒 你别听他的 那都扯淡 都是什么可防可控 他告诉你 中国的不良率 是什么百分之三年几 那都是扯淡 那都是骗鬼的 为什么呢 我告诉你 实时机械的情况 就是不良率 怎样才能够列入不良资产 列入不良资产 那都是个技术活 不是说 你想列入不良资产 列入不良资产 银行一方面 银行自己也不想 把不良率弄得太高 那上面领导要来查 对吧 我下面的分行支行 都不愿意 很多贷款 都不愿意列入不良资产 那就导致了 这个从上到下 就像那搞计划生育一样的 都把这个不良率压低了 那支行呢 我也要 你上面 上面也要评估 我这门店的一个不良率 或者说完成任务的比例 说下面也宁愿把这个问题污了 知道问题的呢 所以最近几年 为什么很多人 特别疫情以来的两年 信用卡就是不还的 然后发现没事一样 没事人一样的 很多人就两年都不还钱了 然后发现 起诉都没起诉 怎么回事呢 我告诉你 就是疫情之前 他也不可能 你这个月不还 马上就起诉 你不可能的吧 半年 在银行的系统 疫情之前 中国大陆 半年以内 这种不叫做不良 肯定不叫做不良 就是这种 半年以内叫做什么呢 预期 这种叫预期 还不是违约 就是你忘了 有时候一个月 两个月忘了 是吧 有半年以内都叫做预期 就是没过了时间 没及时还 就是这个概念 就预期 半年之后才开始做工作呢 就是去找你 你想想 出个人 就过去 不用经费 就是外包 也要钱呢 对不对 你去找你 你也开玩笑呢 所以都要成本 所以一般就打电话 打电话都要成本 开玩笑 打电话都要人去逮 是不是 那催收不可能自动化的 是吧 所以那都是要人去操作 那都是成本 都有账 都要账 那钱都收不回 收不回来了 还砸钱 去收 所以很多银行也躺平 你砸个几百万经费 比如一个片缺 去承包催收 或者说 这几百万都 肉包是打狗 肉去无回 本来就收 收不回来 本来就全躺平 就是 他能登录不良资产的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半年之后 他起诉了 他一般都不会马上起诉 但一般找人找了找了 哎呀 你是不是不还了 不还 我们要起诉你了吧 哎呀 搞了这折腾半天 一般都要一年左右 才会起诉吧 最快 疫情以来更慢 银行像法院都已经贴贴在门口 我就告诉你我们法院已经这是拥挤几几 已经是排长长队了 你没什么事自己协商去啊 就是不要去来起诉 起诉 还要排队啊 就已经是堵车了 堵车了 完全堵车了 就起诉起诉了之后 打完一审 打完二审 通常还上诉一下是吧 打完这官司之后落实了 最最后裁决了 然后执行了 还有个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 扣口袋里面的银行里面 看一下有没有钱 有没有资产 通常都没有 他信用卡都不还 还有资产开玩笑 所以就啥没有了 就强制执行都没有了 那才叫做不良资产 如果强制执行有的话 所以从不还钱到列入不良资产 有个两年 最起码有个两年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 这些不良资产 都疫情之前的不良资产 疫情之后的不良资产 还没出来了 都还没出来了 那银行的内部有数据 内部一看不行了 这扎打银行一看不行了 把中国业务停掉 其他国有银行 都不敢说这个话 他可能实际上也停了 现在申请信用卡 非常慢的 开玩笑 以前一个信用卡 我之前我好多年钱 那我朋友就买了凯美瑞 就20多万的信用卡 20多万 就跟车 车多少钱 信用卡多少钱 10年前 现在开玩笑 弄个三五万不得了 那都是个大户了 所以这个东西代表整个中国市场 的背后 你说这一般人还不给钱 是什么 整个收入 整个经济就垮了 都没钱 不要贷款给中国人 就这个意思 就是渣打银行 还有这个还说人话 就总结了半天 把这个都背后门道说清楚 就最后总结一句人话 就加渣打银行告诉你 不要借钱给中国人 这中国人怎么全部都不还钱 全部都没条件还钱还不起 你告他也没了用 银行你说借个钱 然后就告你这疼吗 他真没这个也没用了 你真没钱 你觉得全部不还钱 你全部抓进去 然后给他吃黄粮 在监狱里面要包吃包住 那么这么多老赖都躺平了 所以是就现在这一块 就是已经卡死了 很多银行他也不批 炸彩银行只是公布出来的 一般现在看到 比如是 你现在比如你是教育培训行业 你也教育培训了 你不要来借钱 是吧 现在都教育培训 全部都给做了 你还肯定不会给你借钱 像这些行业肯定是全面打击 什么 那是你请西欧卡 余米红都不批 我告诉你 你不要说其他 其实老是余敏红来的不批 余敏红的信用卡马上停掉他 把老余的信用卡停掉他 他看什么 你看现在滴滴也不给做了 你看滴滴也要裁员 做个司机做外卖的不行 你说 就是你说能不能给中国人贷款不能 中国 刚好今天还有一个 最近给大家说说 还有很有趣的东西 在中国就有一个 恶意淘债衍生各类黑产 还看到这么一个新闻 信用卡预期标志性案件宣判 最近一个碰瓷银行的案件 宣判了在打击信用卡反催收黑产 现在有一个叫反催收黑产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一些信用卡预期 招行信用卡持卡人 在有一些社交网络 社交网络上面有一些 征信修复 征信修复 这些定义为诈骗 肯定有人在干 而且这能修复 你说这不一面的领导吗 什么公安的银行里面 能够修复 肯定是有人能够修复 我告诉你 他怎么修复的呢 你看里面真的是中国什么都有 伪造公安局公章 证明文书 你说伪造公安局公章 那还得了 没事 他把银行审批的也打通了就行了 这些文件就是做一做 然后银行那边打通了 所以就不用跟公安这边打招呼 就银行审批的那个打通了 然后把这些文件做一下 然后就提交上去 然后不就不就 哎呦 这个就修复了 这个征信就会 他为什么公安局公章证明文件 是什么证明文件呢 哎 你看啊 这个是他做了一个什么比如住院证明 哎 你看啊 他就给他做了一个比如他他现在住院了啊 他身身就比如撞车了啊 你看他伪造了这个山东大学歧鲁医院诊断专用章啊 青岛市市立医院住院处啊 在伪造了一些医院章 然后也有什么公安的一些证明啊 比如出交通事故了就证明你是是出了交通事故啊或者啥的啊 所以你这个预期呢就就就是暂时就就是停停掉了啊 也就就不会登录预期也不会的 就就你就暂时就不用还了啊 然后要一登记五年之内不用还 就帮你帮你帮你马上把它停掉啊 你就不用还了啊 所以就产生哎 绝对有绝对有啊 当然在现在他说啊 呃 现在这这些要判他们啊 这判的 我说判的也 判的也不严重啊 你看判个缓刑罚金八千 哎呀也不也不贵 哈哈 你看这罚罚八千罚多了估计没有 估计没有 你罚他他也没有啊 所以所以你看啊 哎呀 裁判这么一点点啊 你看这郑某啊 犯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 缓刑一年啊 处罚金六千 哎呀 挺轻的 还判的挺轻的啊 哎 所以就就是啊 你看到这中国现在就是乱七八糟 就出现各种状况 其实就中国经济太差 还不给钱啊 没钱了 都躺平了啊 躺平 就现在经济很差啊 外资银行就夹着尾巴逃了 哎呦 不要借钱给中国人 中国人信不过啊 都不还钱啊 他没有本事还了啊 就这个意思啊 就就很有趣啊 要先说到这里 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就分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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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